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晋与之前的孙武以及其后的宋 齐 梁 陈 合称为六朝 东晋被刘玉创建的宋灭调后 形成南北朝的局面 东晋始于原帝司马瑞 忠于公帝司马德文 共十一帝 他们是 晋原帝司马瑞 晋明帝司马少 晋成帝司马眼 晋康帝司马月 晋木帝司马丹 晋哀帝司马批 晋废帝司马义 晋简文帝司马玉 晋孝武帝司马要 晋安帝司马德宗 晋公帝司马德文 第134位 东晋第一帝 晋原帝 司马瑞 司马瑞是东晋开国皇帝 在位六年47岁 西晋灭亡后 司马瑞称帝建都南京 史称东晋 晋原帝即位后 矛盾四伏 永昌元年 王敦之乱后 郁郁而终 第135位 东晋第二帝 晋明帝 司马少 司马少 在位三年 27岁 晋原帝司马瑞的长子 马少从小就聪明伶俐 即位后巩固了东晋的统治 324年王敦叛乱 明帝亲自化妆 刺探王敦军情 后平叛 第136位 东晋第三帝 晋成帝 司马衍 司马衍 在位十七年 22岁 晋明帝司马少长子 贤康二年 晋指豪族将领将山川大则私有化 贤康七年 以土断方式 将自江北迁来的士族 编入户籍 第137位 东晋第四帝 晋康帝 司马越 司马越 在位三年 23岁 晋明帝司马少嫡次子 晋明帝司马衍之地 晋成帝继位后受封吴郡王 司马越是一位书法家 代表作品录女帖 被收录进宋代的纯化隔铁 第138位 东晋第五帝 晋目帝 司马丹 司马丹 在位十七年 19岁 晋康帝司马越长子 即位时才两岁 尤其母皇太后楚算子摄政 朝世则先后由何冲 蔡摩 快金王司马玉等人把持 司马丹在位期间先后由殷号 楚颇等人 对北方及西方的政权进行了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 虽护有胜负 但南北方军事水平仍处于相持阶段 第139位 东晋第六帝 晋哀帝 司马丹 司马丹 在位四年 25岁 晋成帝司马眼长子 在位时期 内部军阀斗争激烈 大司马环温执政 几次兴兵北伐 须好国力 北方先被慕容部日益猖獗 多次打败东晋 导致东晋走向衰败 星明二年 修习断骨耳药以求长生 导致身体中毒而死 第140位 东晋第七帝 晋废帝 司马懿 司马懿 在位七年 45岁 晋成帝司马眼次子 太和六年 为大司马环温所费 降丰东海王 咸安二年 降丰海西县宫 太元十一年 在无县病逝 第141位 东晋第八帝 晋建文帝 司马玉 司马玉 在位八个月 53岁 晋元帝司马瑞幼子 晋明帝司马少义母帝 太和六年十一月 环温改立司马玉为帝 司马玉即位后 多受环温牵制 仅能拱莫守道而已 在位仅八个月后 便因忧愤而崩 第142位 东晋第九帝 晋孝五帝 司马耀 司马耀 在位24年 35岁 晋建文帝 司马玉第六子 司马耀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 恢复司马氏皇权 遂以其帝司马道子 代替谢安执政 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 最有权力的君主 但他单于享乐 沉眠酒色 又与司马道子争权 形成主向相持的局面 造成朝政日趋昏暗 后因司马耀与宠击张贵人酒后戏言 导致张贵人一怒之下 叫来心腹宫人 将熟睡中的司马耀用被子捂死 对外宣称其在睡梦中眼崩 司马耀即成为史上最荒唐结局的帝王 第143位 东晋第十帝 晋安帝 司马德宗 司马德宗 在位22年 37岁 晋孝五帝 司马耀长子 司马德宗即位后 内乱频发 国事日衰 419年被刘玉杀死 第144位 东晋第十一帝 晋宫帝 司马德文 司马德文是东晋末代皇帝 在位两年 36岁 晋孝五帝司马耀赐子 晋安帝遇事后 继位为帝 年号元熙 元熙二年 善位于宋王刘玉 废为零零郡王 同年9月 遭到杀害